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喜欢魏无羡 是吗 蓝忘机诚恳回答 是 我很喜欢他 温染宁又问 那他喜欢你吗 蓝忘机道 现在还不喜欢 但现在不喜欢 不代表以后也不会喜欢 凭直觉 蓝忘机觉得自己是能吸引魏无羡注意力的 魏无羡一直刻意忽视他 冷落他 是跟魏英前意识里还有个男朋友 为了责任在忽略他 如果他恢复了单身 那么 蓝忘机相信 自己一定能追到魏无羡的 其实 如果温染宁如果是个值得的人 他也不会做出棒打鸳鸯的事来 如果温染宁值得 温染宁能给魏英幸福 那他愿意只把魏英放在心底 谁都触碰不到的地方 可是温染宁偏偏是最不值得的那个 那么他用点手段 耍点心机似乎也就不那么需要受到道德的谴责了 但是你 蓝忘机强硬地语气道 你现在立马滚出魏英的世界 温染宁却又上演了他那套 不要脸的说辞 我现在还是魏英的正派男朋友 为什么要滚 滚了好给你疼位置吗 温染宁痴笑一声 别做梦了蓝忘机 我不会把他让给任何人的 哪来的脸 请问 蓝忘机已经被气得心肝疼了 一点也不想跟他再浪费口舌 直接道 蓝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想要整你 根本不用费一点吹灰之力 你如果还想保住你的面包 也不想你辛苦了十几年寒窗的话 就照我我说的话乖乖照做 我不是跟你说着玩的 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三天后 你还没有主动跟魏英提出分手 我保证你会被XX大学开出学籍 你整个脖梗和胸膛的暧昧痕迹 以及你的开放记录 也会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 包括国内外的 你自己掂量着办 蓝忘机说着 突然轻声过去 凑近了温染宁 讽刺道 像你这样一面在别人的怀里撒娇 跟别的男人上床 一面还要口口声声说 爱着另一个男人的人 是这个世界上最恶心的人了 没有之意 蓝忘机已经没有耐心了 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温染宁 警告的语气道 离开他 自己想办法主动和魏英分手 不然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最好不要让他知道 不论是我找过你 还是跟别的男人上了床 背叛了他 一件都别让他知道 如果你让他因此而伤心难过了 我绝不会放过你 声声警告和维护的声音 仿佛就在耳边 魏无限轻轻掀起眼帘 扭头过去看着蓝忘机的侧脸 这个男人在那么早以前 就一直在默默地为他做事 就连被自己男朋友戴绿帽了的自尊心 蓝忘机都帮他考虑进去了 他的男孩 真的是每走一步都特别地小心翼翼 只是 他没想到 温染宁会变得那么快 会在他回国后 短短的两三个月就找了别人 还上了别人的床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可是从没舍得碰的 现在想想 他没碰温染宁也不是不舍得 而是不合适 是温染宁没有让他想碰的欲望吧 不过幸好 幸好没碰 他才能拥有这么好的蓝战 或许 他是不爱温染宁的 但是 他也是用心付出过 认真对待过温染宁这个人的 所以 即使后来分了 他也问心无愧 当然 他也不怪温染宁的背叛 不恨温染宁的不忠 他要谢谢温染宁对他的背叛 谢谢温染宁对他们感情的忠 好像冥冥之忠 温染宁对他感情的伤害 早已经在蓝忘机这里得到了所有的补偿 所以 现在知道了自己和温染宁分手的真相 他不怪温染宁 不怪陆景年 更不怪蓝忘机 他只是心疼 心疼蓝忘机 心疼这个从少年时期就爱着他 却被他遗忘了的男孩 蓝忘机这样一个清高的人 却要背负着插阻别人感情的包袱和折磨 他的内心该有多煎熬啊 卫无限忍不住伸出手去 指尖在蓝忘机的侧脸上轻轻抚摸 他哑着声音道 蓝湛 蓝湛 你转过来 转过来看着我 你看着我 蓝忘机静静地保持着目视前方的动作 他不敢去看卫英 或多或少的 他都还有些复杂的情绪在心里徘徊 他不敢直面卫英 不管怎么说 卫英跟温染宁分手 都是他间接导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